Hello,我是龙子 在昨天的直播间里看到很多朋友都有询问 关于自用前交叉、中交叉、后交叉以及什么混合交叉 到底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交叉动作最好 那么在我的训练当中 我建议所有初学以及水平还不能达到竞赛水平成绩的这种选手 我们都学习前交叉的动作技术 因为前交叉是最省力的一种技术动作 它可以让你更自如地完成自游泳 保持更加长距离的一个游行 也更适用于训练中的有氧训练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提高有氧能力 那么中交叉和后交叉都更适用于短距离 你需要有足够大的力量 以及你动作熟练的连贯度 去支撑这样的技术动作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自由泳分解技术练习 去帮助大家学习和提高自用前交叉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单臂自由泳分解 一次手六次腿 换另一只手六次腿 如果手臂不能很好的支撑 可以选择扶板练习 要注意前伸手臂稳定不下压 第二个动作 高肘六次腿换一次手 注意六次腿即将伸手的时候 再进行滑水动作 依然要保持手部稳定 入水不要下压 第三个动作难度最大 将一只手位于体侧后方 一只手进行滑行 两次滑手吸一次气 面向不滑手的方向吸气 吸气时手臂前伸不下压 开始回头再滑手 这个分解练习最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吸气时滑手 就会变成中交叉或后交叉 你会感觉到整个动作节奏很乱且不稳定 几个分解练习之后再进行自由泳配合 就可以有很好的前交叉体会了 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我是龙子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